牛市起点 这类公司或走超级牛市行情 从估值角度看 截至4月底A股市盈率估值低于20倍的公司 占比超过40% 这种情况在A股历史上也只有4次 分别是2005年6月 2008年10月 2018年底和2022年4月 值得注意的是 前三次对应的时间点都是A股历史上有名的大底 对于这次重金抄底 林立军更是直言 熊市是用来珍惜的 而不是用来哀叹的 百亿思慕大佬于海峰表示 整个市场的低点我们已经见到了 不管是港股还是A股的低点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港股的低点其实是今年的3月15号 A股的低点就是前不久前的2800多点 成全资本的胡继光更是大胆预测 2863点的重要性 相当于1664 三个月内大A筑底成功 两年内上证指数将创出历史新高 正如巴菲特所言 天上掉金子的时候 要用大筒去接 我们认为 用大筒接金子的时候 到了 一 三大行业迎来历史性投资机遇 目前正是布局好时机 笔者认为 有三个行业已迎来重要的反转拐点 基本面拐点加技术面拐点 有10家公司 文末有公司名单 将成为市场相拨拨 走出不断新高的牛市行情 一 汽车零部件 当前十点即是拐点 这些个股有望走腰 A股多年来 要说最能乱是初腰股的板块 汽车零部件敢说自己第二 就没板块敢说自己第一了 这步 这波强势反弹行情 除了中通客车 比亚迪等整车龙头不断新高外 以浙江市保 襄阳轴城 三花制控为代表的汽车零部件龙头 也在被资金不断炒作 二 半导体 板块估值接近历史低位 吃饭行情一触即发 这两年来 有一个渣男板块相信 已经被很多投资者遗忘了 那就是半导体板块 数据显示 过去五年 半导体板块动态PE在29倍 126倍区间内波动 平均值为67倍 其中2019年初为上一轮估值低位 2019年起 随行业景气复苏和国产替代进程推进 板块展开了强势上涨行情 2022年初开始 半导体板块估值持续回落 截至6月20日 板块PE估值为40倍 以接近过去五年估值底部位置 正所谓买在无人问津处 卖在人生顶费时 笔者认为 随着行业景气度的恢复 半导体板块将复制2019年的行情 在估值底部实现快速拉升 目前板块已经逐渐升温 反转可谓是叙事待发 三 储能 行业拥有五年十倍空间 互用储能投资首选方向 近期 以深南电A 镇帮智能 松支股份为首的储能龙头 接连走出快牛行情 受到全球能源价格大涨的影响 互用储能市场 在欧美呈现爆发趋势 低廉的光储成本 使得欧美消费者 几乎三到五年之内 就能收回投资成本 互用储能在2021年以来 在欧美市场 以每年翻倍的增速 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我们将这一领域视作 是A股储能投资首选方向 因此 深耕海外户用光储市场 溢价能力强的公司 将成为A股资金 下一个挖掘的重点 二 十家公司将走牛市行情 最后 是笔者通读各大券商近百分策略 行业 个股研报 从上述三大行业中 筛选出十家 最有可能走牛市行情的公司 这些公司不仅基本面优质 并且技术面上呈现出了底部放量 多条重要均线 都向上发散的多头排列走势 适直适合被资金炒作 拥有腰股基因 这些公司不仅基本上 感谢观看